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热点2012大选战报 我是林清斌 台湾前领导人陈水扁 预计在6号岳母头妻当天返回台南奔丧 台北监狱请向届时不用带借据 不过将会动员600多名的警力维持现场秩序 而陈水扁将会停留大约一个小时 他也将会和母亲妻子等家人短暂的相会 陈水扁台南官田故乡 路边的电线杆 老家房屋旁边的墙边 都绑上了一条条黄丝带 象征迎接陈水扁半家奔丧 扁妈虽然不在家 但是据说他相当期待 周五和陈水扁相会的时光 支持的民众忙着制作 卸着阿扁无罪的大字报 兵友会也将动员支持者到现场声援 来花旁边加油啦 保重啦 没罪啦 同样大动员的还有警方 北间预计专车走高速公路 驱车送陈水扁到台南 9点抵达之后 在灵堂前30公尺让他下车 怕徒增意外 警方预计派出660名警力 隔离现场民众 同时会有12个人贴身维护陈水扁的安全 不过基于人道和人权的考量 在重重人强的保护之下 陈水扁不用带截据 预计将会停留一个小时 除了扁妈 他也将会与妻子吴淑珍 以及儿子陈之中女儿陈信宇相会 澳雅卫视林清兵汪之聪 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连计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